其實應該是說玉琳像花瓶一樣 就是真的是接觸操碼之後 宇宙天地還有導師幫我開啟了 烹飪的這個開關 那玉琳是在2017年 那時候就是我的朋友 因為知道我很愛看書 所以他就送了我一本超級色秘密 他跟我說裡面有九大新法 玉琳就是看了三遍 可是我只有看到八個新法 沒有看到那第九個新法 我朋友有跟我說 就看到這九個新法之後 再跟他做分享 那我就上網去找 當時剛好中立的讀書會剛成立 那我就到中立的讀書會那邊去找答案 那很感謝就是在讀書會裡面 找到那第九個新法 當時女兒才五歲 那時候已經開始就是準備要跟老公離婚了 那時候我們兩個已經吵到就是 警察都上家門 還有就是律師也都請好了 就準備要離婚了 可是到最後我還是捨不得我的那個五歲的女兒 那我就讓自己就留在婆家 可是我每天都過得好痛苦 就是很不快樂 很謝謝那個讀書會 就是我每個禮拜六去讀書會的時候 聽到同學們分享自己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不是最苦的那一個人 真的很感恩讀書會 讓玉琳有一個避風港 至少人在那邊心靈是安定的 那時候就是去讀書會的時候 心都會有一種暖暖的感覺 那時候玉琳真的是在弟子規講的 行有不得反求租金 這句話真的是有震撼到玉琳 因為在婚姻裡面 我通常都是覺得是先生的問題 都覺得是婆婆的問題 是婆家人全部 全部都是他們的問題 我自己沒有問題 那也是看了就是弟子規的這句話之後 才發現說 這個婚姻的始作俑者是玉琳 就是玉琳太過強勢 也常常就是有一種心態 就會覺得說先生什麼都不如我 我字很大 也很感恩導師在2018年 出了《德香女人花》這本書 玉琳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在婚姻的這個戲碼裡面都亂演 我把男人該演的大樹的角色演走了 把花的角色留給了我先生 感恩導師就是出了這本書 讓玉琳知道說 女人該有的就是三重四德 還有就是女人基本功 就是復工嘛 就是要會煮菜啊 還有打扮啊 這些都是從《德香女人花》這本書開始學習 那玉琳在結婚的前七年 就是都不會做菜 其實應該是說玉琳就是個像花瓶一樣 就是站著媳婦站著老婆的這個空缺 但是其他的事情都不會做 那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學習做菜 還有烹飪 現在啊就是玉琳在烹飪的這一個部分啊 進步很多 就像那個綠豆碰 鳳梨酥還有蛋黃酥啊 還有很多就糕點都會了 那真的很感恩就是宇宙天地還有導師啊 幫我開啟了烹飪的這個開關 那我來分享一下就是工作的部分 我這份工作我做了12年 前七年啊 我的工作主管是我的總經理的女兒 她小我六歲 那那時候她就是不喜歡我超越她 她就是都給我很簡單的工作啊 一些有可以提升的工作啊 還有一些可以展現就是能力的工作 她都不會給我 她都是給我一些很簡單的工作 那時候我超討厭她的 我都在背後詛咒她抱怨她這樣 那導師有說過啊 詛咒跟抱怨都是負能量 所以我就開始用祝福跟感恩來感謝她 那時候她剛好單身 我就開始一直祝福她嫁入好門 那也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啊 她就嫁入好門了 之後她的工作 她那個位置就變我的 她的薪水也變我的 所以我真的是把她祝福到 就是豪門去了 我真的很感恩導師教我們這麼多法寶 那最後祝福大家喜樂豐盛富有 好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